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今天我们用这个鸡肉感和肥肠给大家分享一道下酒又下饭的菜 洗净的肥肠先下锅焯一下水 鸡肉感先给它做一个美甲 做好美甲的鸡肉感把它砍一下 这里我们一般把它砍成三节 焯开后打去浮沫 下入剁好的鸡肉感一起过一下水 加入点料酒 焯开后披去浮沫再煮两分钟 然后把它捞出来洗净备用 焯水洗净的肥肠把它改成块 这一节是个长头 来准备一点香料 八重,山奈,桂皮,香叶,干花椒,干辣椒,生姜,大蒜子 这个大蒜子一定要多一点 锅内下入少许的油 然后下入肥肠把它爆香 再下入准备好的香料 加入一点老抽 加入老抽主要是给它们上一个底色 然后烹入料酒 加入水 烧开之后转小火 先给它烧25分钟 肥肠的时间已经烧来差不多了 下入鸡脚感 调味一点点盐 白糖 再来上一点老抽酱油 上底色给鸡脚感 蚝油增加鲜味 生抽酱油 胡椒粉 烧开锅后转最小火 再烧20分钟 把鸡脚感给它烧趴 鸡脚感已经烧来差不多了 下面把里面的香料全部挑出来 不要 这个大蒜子我们要的 留在里面吃起来非常的香 转大火收汁 把汤汁稍微浓稠一点 下面出锅装盘几口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美味鸡脚 非常美味的一道大蒜肥肠烧鸡脚感 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脚感非常的趴烂 肥肠也是非常的鲜香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最后呢响恋了给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先整一个肥肠 再来啃一个鸡脚感 肥肠入口的时候嚼起来是特别的香 而这个鸡脚感是特别的趴烂 吃完的话骨头就还要巨两下 特别的好吃 下饭的一道菜好了 今天的视频在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响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